课本上的例子都与牛顿运动定律有关 牛顿运动定律是物理学中最基本的定律之一 我们来看看生活上的活动 如何与牛顿运动定律相关 首先介绍第一定律 物体的运动状态保持不变 除非受到外力的作用 例如当小朋友在滑板上滑行时 如果没有推力作用 滑板将会保持静止 再来介绍第二定律 物体的加速度与作用在物体上的力成正比 与物体的质量成反比 例如当小朋友推滑板时 滑板的加速度与推力成正比 与滑板的质量成反比 换句话说 就是当推的力道加大或滑板比较轻时 滑板就会滑得比较快 最后介绍第三定律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例如当小朋友用球直直丢向墙壁时 球反弹打到自己 打击墙壁的球就是作用力 球反弹打到自己 则是反作用力 透过这些例子 可以帮助小朋友更好地理解牛顿运动定律 在日常生活中 牛顿运动定律运用广泛 它有助于我们解释和预测物体的运动状态 和相互作用 看相互作用